老師幫我們複習一下 媽媽每一次在拿捏這個 義大利麵 我們說多煮一些起來 大家日後怎麼樣去做一些 保存或處理呢 你可以 像我現在是不是煮了兩人份 可是我等一下只會用一任份 所以你剩下的一人份 我們放到大碗裡面 然後放一點油把它拌開 冰在冰箱 如果是冷藏可以放10天 冷凍可以放3個月 然後重點是 煮了還是Aldente 因為你通常麵 如果預煮過再煮是會糊掉的 可是義大利麵最厲害在這裡 但是要挑 要挑好的義大利麵 要有100%的杜蘭小麥 才有符合這樣的狀況 你如果沒有這麼多的 一個杜蘭小麥的話 可能你做出來的麵條 還是沒有那麼好 是 沒錯 那如果冷凍 要再拿回來回溫的話 它需要退冰嗎 你只要把它解凍就好 就是你提早個 兩三個小時拿出來就OK了 讓它軟化就對了 對 讓它軟化 好 我們現在把高麗菜放下去 對 把高麗菜撥進去 對 把高麗菜撥進去 好 其實人家說撥高麗菜 真的一定要用白 白的那個 你怎麼那麼厲害 老師 我都有寫 這是我 很厲害喔 這是我每次上課的 有講問答第一題 我們算是那個 算是那個 這個叫什麼 你太嚇到我了 我在學校都是模範生 給你一個好寶寶貼紙 貼紙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如果用刀子切 它很工整 對 它是不含醬的 那你要把它撕得這樣子 撐之不齊 它等一下才會含醬汁 這也是義大利老師教我的 也有教喔 對 好 這個炒下去 你會覺得那個高麗菜 好像又活起來了 這就是越綠素 越黃素遇到好的油 它在提升它的養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麵 也煮了夠了 我們把它撈過來 那剛才我們有說 我們煮了兩人份 所以我們是不是 多了一人份對不對 對 你就把它撈到大碗 好 我們這個 一年一度的婦幼節 這個腳步也越來越近 那其實我覺得每一年 到這樣子的日子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議題 就是來關心我們兒童 就是現在我們的小朋友 到底他們有哪一部分 是我們可以再帶領他們的 因為他們都是我們未來的 主人翁 我們真的要為他們好好的 去做一些鋪路的動作 對 好 那我們這邊 你會看到這個麵 馬上把醬汁吸光光 這就是它 它被乾燥了8小時 現在只在水裡面煮8分鐘 所以它還很想吸東西 所以這時候你自己想像 它把哈姆火腿的那個鮮甜 把那個高麗菜的鮮甜 整個都吸進去了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營養師 為什麼會建議小朋友 吃義大利麵的三大理由 於是在他們現在的這個 學校的營養午餐 一個禮拜最起碼會有兩次 對 以上的這個義大利麵的一個料理 給孩子吃 最主要義大利麵 到底有什麼幫忙呢 它含很多的鈣質 你看小朋友要長高要不要蓋著 要 對不對 很多膳食纖維 所以小朋友如果吃到不好的東西 要怎麼排出去 纖維 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質 是讓小朋友有體力 因為小朋友的活動量 是比一般人還高的 是的 這兩個是給它體力 那因為你在煮的時候 會加很多的海鮮蔬菜 所以它會營養均衡 所以你看它為什麼 全世界小朋友那麼愛 跟什麼都搭啊 對 季節性的蔬菜 肉 鮪魚都很搭 然後維他命B 這個都是補充體力的 嗯 所以你看孩子的這種 活動量那麼高對不對 是 在這個義大利麵的這個部分 你光吃這樣子的麵條 它就已經符合這麼多 它需要的一些元素了 對 好 我們這個快要可以起鍋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調味的動作 這個是Anchovy 就是義大利的體育 那它會有一點臭臭的 像我們的臭豆腐 可是很愛的人覺得那個味道很鮮 很鮮喔 對 它叫體育 然後一點點的黑胡椒 一點點的鹽 因為體育有鹹度了 所以鹽就不要多 那這一道麵就完成了 好快喔 對 很快 感覺這道就很清爽了 對 等一下第二道的麵會更快 因為我麵已經煮好了 所以媽媽可以一次把麵煮起來 又會更快 是 所以這一道我覺得 也很符合媽媽的需求 因為很多媽媽現在可能會覺得說 啊 又…泡了一些了 那其實你用這樣的方式來講 覺得吃起來很沒有負擔 對 很沒負擔 而且很好吃 阿平你一定要給我鑑定鑑定看看 好 我們先複習好了好不好 好 我們請吳老師先帶著我們複習一下 這一道日本小朋友的最愛 好 我們需要高麗菜 還需要火腿 義大利麵100克 還有提魚一小匙 然後鹽跟黑胡椒少許 好 一點點 對 還有純橄欖油50CC 調味啊 那其實它都不多 但是卻是有這個綜合在一起就 很有Feel了 對 好 來 妳來吃吃看 這是日本小朋友非常喜歡的 第一名 第一名 對不對 第一名喔 就是網路上開第一個 第一名 好吃嗎 好好吃喔 兩品小朋友這個你愛吃嗎 愛吃 愛吃 雖然說 剛才你講那個提魚啊 嗯 你都會有點臭臭 可是我覺得它反而 在裡面現在變得好香喔 對啊 對 它就很像我們的臭豆腐 跟我們的豆腐乳嘛 你一開始聞起來臭臭的 對 可是它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剛才因為食材唸得比較快 對 我原汁原味的翻譯 它這個高麗菜是季節高麗菜 所以你看義大利的國小 它很講究 你要吃當季的蔬菜 是 所以它的高麗菜前面 加一個季節高麗菜 老師 我還要 我們先進觀光 我們這個要拍 你不要給我們吃觀光好不好 鍋子裡面都要留給我 好 我們先進廣告好不好 今天我愛義大利麵 跟大家一起分享